不正经的女人身上这四个特点最明显了 在我们的一个生活当中呢 我们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人 其中一些人呢会让我们感觉到很不舒服 甚至甚至感觉她们是有点不正经的 对于女性来说 如果一个女人给我们这种感觉 我们会认为她就是不正经的 但是什么是不正经呢 在这里我们并不是指那些道德败坏 或者是品行不端的女人 而是指那些行为言语态度等方面 给人一种不庄重不严谨 不踏实的感觉的女人 第一点就是轻浮的言行举止 不正经的女人往往表现出轻浮的行为 她们的言行举止过于随便 缺乏应有的庄重和严谨 例如说她们在公共场合大声的鲜华 不顾及他人的感受 在社交场合频繁的更换伴侣 举止亲密 在与陌生人交往时过于热情 自来熟 显得不够谨慎等等 这些行为永远感觉她们是缺乏教养和规矩 给人留下不正经的印象 第二点就是虚伪的情感表达 不正经的女人往往会表现出虚伪的情感表达 她们可能过于强调自己的情感体验 但实际上这些情感它是不真实 或者是不够深沉的 她们常常为了迎合他人 或者是得到更多的关注 而表达自己的情感 但这些情感是缺乏真诚和深度的 这种行为呢 就让人感觉到她们是缺乏真正的情感和同情心 也容易让人觉得她们不正经 第三点就是不负责任的态度 不正经的女人往往表现出不负责任的态度 她们可能缺乏责任感和担当的精神 不愿意为自己的行为负责或者是承担后果 例如说她们在工作中缺乏责任性 经常迟到早退或者是不认真完成任务 在生活中对家人和朋友不够关心和照顾 只顾自己的利益等等这些行为 这些行为都是容易让人感觉到 她们是缺乏信任和可靠性 也会给人留下不正经的印象 第四点就是拜金主义 不正经的女人呢 往往她是持有拜金主义的价值观 她们过分的去追求物质享受和金钱的利益 是金钱为衡量人生价值的唯一标准 这种价值会导致她们在人际关系中过于公立了 只看重对方的经济实力和社会地位 而不是真正的感情和思想的交流 这种行为呢就容易让人感觉 她们是缺乏真正的感情和精神上的追求的 今天我们的话题就分享到这里 喜欢我们节目的记得帮忙点击订阅点赞 大家收藏转发 下期再见咯